最好赚又最能赚的一季 股市权威重磅推出时程十块闪乐翻天 让你发 时尚最上一百小时 开始 十月寿星 股龄大于十个月 有十个十元 只要符合以上任一项 就能用十元铜板免费拿一百天峰会期 先体验再付费 震撼惊喜超划算 了解更多内容 立即加入LINE STOP888 过来电 02 2581 9090 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股市权威 我是崔佑达 台股今天有点开高走低 还好中场涨47点 收在22659 成交量为4070亿元 国庆日后的行情怎么解读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成国际头股 陈威良分析师 佑达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排名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威良老师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 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呢 十月的长假 其实都要告一个段落 不论是陆股台股 只不过最近的陆股台股 好像有一点两样情 陆股前面暴冲之后开始拉回 今天持续的下沙 台股的部分则是慢慢的走稳 甚至垫高 会不会又要来一次 绝地大反攻就在第四季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盘面的焦点 包括台积电法术会之前 持续的热身助攻的 有CPO 有COAS 光通讯可以看到 联军跟上权 股价越涨越狂 越飙越凶 这两个股还能不能买进呢 陈明电今天亮灯涨停板了 究竟是因为营收看好 还是后面还有更大的利多等着呢 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些 AI小股票的波段呢 另外系统最硬的地板价 支撑价在哪里呢 未来的上档目标怎么看 半导体最近的强势股 越来越多了 加入轮动的阵容里面 包括了一拳晶圆电 今天也都有非常强势的演出 后续该怎么样观察呢 还有包括了 在COAS的新兵当中呢 今天我们切入了另外一档 新的个股 而且呢 算是COAS里面 股价最清明 最便宜的一档个股 一买进之后 你想不想知道 今天它的后市怎么发展呢 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锁定节目就对了 除了呢 每天两点钟 Live在东森财经57台 即时播出之外 大家也可以呢 去订阅我的YT频道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很多 更精彩的产业 个股超盘心法的分享 那到哪里可以看我更多的影片呢 就记得YT YouTube搜寻 股市权威陈薇良 那欢迎大家呢 多多的转分享 而且呢 看完节目 也请大家不要吝啬 给威阳老师一个赞 好吗 感谢各位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近的台股 其实很简单来说 它就是属于 价稳量平的格局 那但是这个格局呢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慢慢的过去 我必须再一次提醒 第一 第四季向来是台股一年当中 最好赚 也是呢 最甜蜜的一段行情 那你不要呢 跟历史作对 在这段行情 空手或者是低持股 错过了行情 那因为呢 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大盘现在短中长期均线 都是踩在脚下 而且呢 攸关于中期趋势方向的际线 要逐渐的开始扣底低值 代表呢 连际线都准备要翻扬往上了 所以这个中期的力道 会越来越凝聚增强 后市我是颇为有信心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说台股 其实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市场 在九月底的时候呢 陆股强力救市 那陆股呢 突然呢 旱地拔冲大爆发 很多人呢 担心会不会呢 变成是一块呢 吸金的磁铁 那台湾呢 这边资金会不会呢 转战到陆股去 其实我必须要 坦白跟各位讲 陆股这一次救市 虽然看起来呢 组合权的力道很猛 可是呢 对于他的后市来讲的话 不要忘记 经济的基本面 才是最大的靠山 那基本面 不是说他一定不会复苏 但是呢 要好转真的需要时间 但当股价呢 能够在短短的一个星期 或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一下子暴涨个五成的话 那其实要小心 一旦拉回 就是一个恐怖的灾难 所以像今天入股 持续下跌 但如果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陆股如果真的能够呢 完成大底 然后呢 不要说用这种疯狂的狂牛行情 走慢慢的长多 慢牛行情 其实我觉得呢 也是可以呢 拭目以待 因为如果陆股涨 对于台湾 其实是力大于必有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 悄悄板的效应 因为呢 像2005 06 07年那时候 入股表现好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会有一些产业跟个股去做轮动 就像昨天节目里面就有举到 像鸿海 事实上呢 它持有工业复联84%的股权 所以当工业复联股价大涨的时候 也会带动鸿海 那再者 我们从另外一个部分来看台股 我说左右逢源嘛 一边是中国 一边呢 当然就是美国 尤其这几年呢 台湾在整个美国发展高科技产业 发展AI产业当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 那这时候呢 我们当然要看一下 关键的指标股 NVIDIA NVIDIA呢 昨天大涨收在132块钱 从右下角的这个K线图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NVIDIA是不是也完成了 底部形态 而且呢 它已经要来挑战历史高点了 距离历史高140元 非常接近了 不到一成 所以呢 如果GP200 在年底要开始出货 那大家想想 NVIDIA真正的重头戏要登场了 它的股价会不会过历史高 从消息面 从题材面 从技术面 你觉得NVIDIA会不会过历史高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或许台股 你看到也许是 好像指数没有呢 激情大涨 你看到了也许是呢 成交量 好像呢 就稍微就是维持持平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说整理的时候 有整理的操作战略 这个时候呢 紧盯主流股 抓住强势股 其实一样能够呢 像印钞机一样 啪啪啪啪啪啪啪 帮自己呢 远远不绝地印今年的 年终这一笔大奖金 好 今天呢 花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聊一个很重要的独门选股心法 叫做三星恶意选股法 什么意思呢 这所谓的三星 取谐音 是包括呢 新产品 新订单 新产能 那二亿呢 是意料外的利多 实质财报利益 那我知道 听到这边呢 你们会好像呢 捕煞煞 似懂非懂 好多的问号跑出来 没关系 以下呢 我们会慢慢开始呢 交给各位 而且都用呢 实战的例子 来示范 来做说明 首先呢 我们来谈一档个股 3363上全 这档个股呢 我说在第四季的时候 你可以暂时 把它的财报盖起来 因为呢 第四季就是 做梦的季度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去想 谁未来的梦 是最大的 那当然如果这个梦呢 太空洞 可能呢 那它终究呢 就是个白日梦 然后甚至呢 放久了还变成噩梦 那这个梦呢 如果能够跟 大客户有关 那这个梦 是不是就有可能 变成是逐梦踏实 也就是说呢 上全 为什么它 明明没有赚什么钱 本益比呢 高不可攀 可是股价呢 也是锐不可挡 创高 创高 再创高 有没有 创高 创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大客户 是台积电 跟台积电 独门合作 切入细光子 那因为台积电 所需要的 台积电 所积极扶持的 这些供应链 真的是没有一家 会成为扶不起的 打斗的 反而呢 都是变成 马雀变凤凰 然后呢 一举飞上天 因此呢 你如果从 刚刚所讲的 三心恶意的逻辑 各位 想到了什么 因为有了台积电 所以呢 有了新订单 那这个就会呢 让市场对于上全呢 充满了 很大的想象空间 当然 如果你觉得说 都凭想象 你就是买不下手 嗯 我也认同 我也考虑过 很多投资人 确实是非常用功 很注重财报分析 很注重呢 基本面的厚度 扎实度 所以呢 当上全在涨的时候 魏洋老师也跟各位讲 还有一档呢 非常厉害的 光通讯股票 值得留意 它就是3450 联军 过去这几天 我也说了 它虽然是在盘整 可是呢 绝对值得你期待后市 你看看投信 从底部买上来之后 到股价大涨 还在加码 那投信现在的持股比例 来到了八个百分点了 所以呢 表示这是一档呢 投信非常认同未来的个股 而且呢 这个未来 就在不久后的未来 也许你要看到 联军的业绩发酵 并不需要 像等上全的业绩出来 那么久 因为联军呢 它旗下有一个 转投资公司 叫做圆节科技 主要就是呢 提供从400G 到800G的 光模组 那这是呢 一个很重要的 规格升级的趋势 而且是一种 不可逆的趋势 400到800 因为呢 就是传输量 越来越大嘛 另外一个部分呢 则是来自于 这个美国 其实目前呢 有越来越多的大客户 开始转单到联军的身上 那除了呢 既有的甲骨文之外 未来呢 还有像呢 这个Mavell 这个重要的潜在客户的订单 也渴望呢 溢注 那因为呢 公司也规划呢 扩充产能 那新的产能 陆续的开出来 溢注以后呢 市场法人预计 明年呢 EPS 可能是8块起跳 到9块钱 那我这边说 姑且我们先抓保守一点 8元来讲的话 那之前股价呢 其实涨到200元上下 都还没有充分 或者过度反应嘛 因为很多光通讯的股票 本一比 三四十倍以上的 必必皆是 所以你从联军的飙涨 看到了什么例子 新的订单 新的产能 那再来呢 我们再跟各位分享 3013成名店 这种个股呢 我说 怎么去抓它的区间 前面呢 它是一个大箱形 透过大箱形呢 我们来回做 一趟 两趟 三趟 做了三趟 到第三趟以后呢 发现了 股价的惯性改变了 突破前高 也就是呢 创下历史新高 那技术面呢 如果采取 所谓的箱形理论 一个箱形突破之后 它会呢 再往上一接 来到另外一个箱形 原来的天花板 将转变成为 股价支撑的地板 那这个新的箱形 你当然呢 也可以呢 去盖抓一下 所谓的等距测量 不过呢 如果你重视基本面 那我同样用 基本面角度 跟各位讲 成名店呢 从原来的机壳代工 转型到呢 水冷机柜的组装 那这个不得了了 因为机壳呢 它做比较偏 飞高阶的 其实出厂价 大概呢 就是100块 150块美金 可是现在呢 整个水冷机柜的代工 这个订单 除了量大之外 单价呢 达到3万美元 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才能够呢 让成名店的获利 撑干跳 今年上半年 就赚了1.36元 超过去年的全年 那法轮估计呢 明年成名店的EPS 也有机会呢 来到7块至8块钱 那一样呢 我们去想 7块到8块钱 涨到多少叫做 昂贵价呢 如果你看看 AI相关的股票 尤其是高成长的股票 能不能到25倍 能不能到30倍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好 所以呢 成名店呢 股价创高之后 我跟各位讲 利用它拉回的时候 找买点 虽然说呢 它这次回的 比预计的深了一些些 就是回撤颈线之后 还先灌破了颈线 不过刚来 该来的钟就会来 因为营收呢 就是写下了好成绩 所以从成名店 它转型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三星恶意当中 它是不是呢 转型到水冷机柜 拥有了新产品 拥有了新订单 来自于呢 像广达集团的订单 伪创集团的订单 这个呢 都是它业绩能够 有好表现的关键 而且呢 它也有实质的财报 让你去印证 这样子的一个 基本面的发展 是不是有在呢 预期的轨道之上 好 那再来呢 在COAS部分 仍然是呢 不褪色 不熄灭的 经典主流 那这个产业呢 当然从最初始的 所谓COAS设备三元老 红素星云万论 大家最熟 这个从2023年 讲到现在 那股价呢 全部都翻了好几倍了 那长到这边 你会发现 红素星云万论 也下不去啦 它也不会说 在这边呢 好像呢 被出货以后变空头 不会 因为业绩就是好 产业就是强 但是呢 毕竟基齐垫高之后 空间有限 所以后来呢 市场开始去关注呢 G土C联盟的 军华 军豪 智盛 哇 第二批又起来了 但是呢 同样的 他们涨到这里之后呢 也没有特别 甜甜价 让各位再上车了 你只能呢 区间来回做 那反而你要找的是什么 这个产业的需求 真的太大 台积的COAS 才能要翻倍 还要再翻倍 所以呢 订单外溢的需求 之下 养出了更多更多 COAS的新供应链 那有些呢 设备商 以前呢 它的营运 并没有跨入到半导体 那它的重点 跟COAS呢 原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现在呢 也都呢 成功地 跨入到这个产业 那在风口上 谁都会飞嘛 所以呢 在这个逻辑 你听懂之后 我是不是讲过 万论 因为呢 它的订单量 多了四倍 公司没有办法 自己独立吃下来 做这么大规模的扩厂 也没有足够的人力 所以呢 就把代工的订单 外包 那就养出了惠特 包括易发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那惠特呢 还在分盘处置 但是呢 股价已经呢 改写了新高了 创下新高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一拳的部分 今天股价呢 盘中也大涨 那我说过 它要呢 来跟建策 一增高下 当然初期来讲呢 它等于是 要来瓜分 建策的市占率 所以这个就会呢 逐渐形成一种 股价之间的 此消彼长 建策如果原本独占 当你呢 让出了3% 5%的市占率的时候 它的市占率就开始下滑 那反观对于 一拳来说 当你呢 争夺到了1% 2% 3%的市占率的时候 那个就是呢 1到2叫翻倍 2到4%又叫翻倍 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吗 所以市场乐观预期 有了AMD 在透过联罚科打入 NVIDIA这两大 国际超级客户之后 一拳 明年的业绩展望 也非常好 而且呢 它的散热片 月产能要从3万片 增加到明年第一季 12万片 那讲完这些关键字 有没有让你想到 新产品 新订单 新产能 所以 三星二亿选股法 可以应用的地方 真的太多太多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堂各国 2449金元店 之前呢 技术面还在呢 整理的过程里面 魏洋老师就说了 这个地方下降压力线 渴望突破 那外资券商呢 也点名了 金元店呢 就是GB200时代下 最主要的受惠者之一 那这一次呢 公司也因为成为呢 会拿GB200的测试商 所以它的一个产能 也不够用了 因此呢 上调了资本支出 那要新增产能 摆明就是呢 要搞大事啊 看好 接下来的业绩爆发力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 它有新的订单 新的产能 那今天呢 股价也是亮灯涨停板了 那听完了魏洋老师 独家分享的选股心法之外 你有没有呢 羡慕已经上车的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希望呢 也积极地掌握住 下一档要标的个股 我们今天呢 切入了一档新的个股 它跟COAS有关 那当然也是在于 这整个产业的大浪潮之下 其实呢 受惠的公司 它会开始扩散 但是呢 不要听消息 不要呢 只是买一个梦幻的概念 而是你要呢 实实在在地掌握住 这公司 到底有什么基本面的优势 到底有什么样 筹码面的优势 而这样个股呢 我们今天一切入之后呢 现买 现赚 涨停板 不过没关系 因为呢 这才开始 它在所有的COAS的设备里面 股价是最便宜的 也是最亲民的 几乎让你用铜板价 就可以投资它 那欢迎大家呢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吗 这两个股 你要怎么样可以买呢 很简单 欢迎大家 手机拿出来 加入我们的LINE atstock888 那这一次 双十节的假期 国庆日 普天同庆 那庆祝呢 今天我们的家族朋友 总共四颗灯 四档股票 涨停板 所以我们推出了 10×10 快闪热翻天的 限时限量专案活动 只要加时 统统让您享有 震撼惊喜 这是呢 今年10月份 最大手笔 最大档的 超值优惠的专案活动 立刻加入我的LINE atstock888 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管回来 这一群微量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您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威廉老师 好 今天呢 2363系统股价呢 又继续往上攻了 那这个说到系统 来 大家来看一档股票 6457 红康 红康今天召开 这个股东临时会 为的是哪装饰呢 就是要跟系统进行 换股合并 那所以呢 今天红康的盘中呢 也触及到了涨停板 好了 那我们来看 系统呢 已经呢 完成了联颈半导体的并购 那这个并购呢 我只能说 同集团的资源分配 在这个效应之下 其实呢 系统是用了一个 算是超划算的便宜价 买下了联颈 那买下了第一个步骤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一定是直接呢 先并入营收 也就是呢 白话我们讲的 灌单啊 灌业绩 所以系统九月份营收 月增七倍 年增两倍 创了历史新高 那这个不会是 昙花一现 因为呢 既然合并了联颈 以后呢 这就是一个常态性的 业绩了 那联颈啊 去年 它营收大概做了13亿 13亿 那系统呢 九月份营收 做了大概呢 1.7亿 那我们姑且先把 这1.7亿呢 视为绝大部分 甚至接近全部 来自于联颈半导体的贡献 因为毕竟过去 系统本身 营收说实在 并不出色 所以你大概可以推估 如果这1.7亿 是联颈的贡献 那一年呢 乘以12 可以贡献到多少 大约21亿 那所以去年的联颈呢 营收做了13亿 今年呢 如果做到20亿以上 这YOY成长 是高达六成 高达六成 那这只是呢 营收的爆发而已 不要忘记 联颈呢 做IP的 毛利 净利 是比系统高很多的 所以对于获利的挹注 也值得期待 那再者就是刚刚所讲的 后续要跟宏康再做合并 宏康的营收呢 起码也是系统的4倍以上 所以系统呢 9月份的营收 以后你再回头来看 这个所谓的历史新高 将变成业绩大爆发的新起点 至于股价的部分呢 就留给各位呢 去观察跟思考了 但是从这个逻辑里面 我们再一次呼应 三心恶意 系统呢 是不是就是有意料外的利多 跟实质的财报利益 好了 那当然呢 听到这里 节目目前为止 介绍蛮多 今天呢 家族朋友手中的强势股 当然我们也很开心 不过对于呢 有部分呢 还在呢 区间做整理的 或者是相对呢 量缩休息的个股 我们也持续抱以关注 包括呢 网通股的部分 接下来呢 要特别留意了 6546正基 这里呢 量缩回到月均线附近 投信的筹码不离不弃 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机会点呢 另外 4909新复新 这样个股先前呢 标上了历史天价超过200元 那我们逢高呢 出场获利了结之后 这里同样的逐步的量缩回撤 靠近月均线 那或许呢 也即将酝酿出 另一次的一个转折 毕竟呢 看好他接下来的营收跟获利 看好他第三季财报爆发力 这些基本面的一个观点都没有改变 只是呢 股价的波动 还是要呢 努力的掌握它正确的超盘节奏 第四季的台股 这个炉火已经呢 开始烧热 转望了 而且呢 只会越来越旺 等到大盘指数 等到呢 台积电鸿海全资股 真的冲出去的时候 恐怕呢 标股 你想跟哦 都来不及了 不要呢 等到冲上去之后 才用追的 趁现在很多股票都有好机会 跟着威廉老师来做卡位 你今天明天呢 这两天都可以跟我们做个联络 不管是打电话 或者是加入LINE私讯 这一档呢 最新的COA是标股 股价低 价格清明 而且呢 利多一楼框 欢迎大家呢 跟着威廉老师 那有问题的话 您可以呢 进一步咨询 或者是想要呢 把握这一次 卡握这一次 双十专案 只要加十 就有超震撼的惊喜 立刻输入 ADSTOCK888 最大操作顺心 后天见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 分析G 各表家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所资应该要独立判断 产生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用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最好赚又最能赚的一季 股市权威重磅推出 时程十块闪乐翻天 让你发 时尚最上一百小时 开始 十月寿星 股林大于十个月 有十个十元 只要符合以上任一项 就能用十元铜板免费 拿一百天峰会期 先体验再付费 震撼惊喜超划算 了解更多内容 立即加入LINE STOP888 过来电 02-2581-9090